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航母好的來玩這款 Colomon Pokemon啊Colomon 呃單機遊戲喔 這款好像有電腦版耶 好來吧 像素畫風的 寶可夢吧是不是 就抓寵的遊戲啦 懸浮怪物啊什麼的 呃我之前有記錄啊大概是11月9號 Play商店跟iOS上架這樣但是我沒有玩 這邊要幹嘛 小隊 這個應該是攻擊吧 養精蓄銳喔 三頭腰打這個水波魚腰 好 我們攻擊一下 這個應該是我的技能吧 幽靈監刺毒物什麼的 我這邊都有一些技能說明吧 好啦我們就用這個好了 打一下吧這個戰鬥器我們延續一下 呃總之就是這個遊戲我就看了一看然後我想說我就先不要玩吧有空再說 然後我剛剛發現喔這個是11月8號推出的 那我剛剛就發現已經100萬下載了怎麼那麼誇張 莫名其妙就100萬了 那這種都是全球服嗎 那又是這種寶可夢玩法 還是蠻有蠻大的那個市場 我快死了 他們應該是獲勝了吧 OK 那在做夢吧就是 小字在做夢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小字 哇真的還蠻複古的對不對 複古橡樹 這種大概是那種以前那種 GBA Gameboy Color Gameboy Advance 那種畫素啊 那種橡樹風 通常媽媽都在二樓叫我們啦我們就起床 這邊可以再選一下你的顏色 然後這是有沒有戴眼鏡 然後這是 看你喜歡用什麼髮型啊 他應該是沒有什麼性別啊 你就用你的髮型來取代你的性別吧 這鬍子是不是 然後這是頭髮顏色 然後這是帽子 看起來很棒啊 看起來很棒啊 ID勒 哇哇哇我可以自己打嗎 又複製貼上是不是 喔 這邊可能沒有中文的感覺 那你可以複製 中文上去吧 反正都打英文啦 好 這是單機遊戲啦應該不太有可能看到其他玩家吧 應該給我感覺有那個 有存檔功能 我來試一下搖桿 好 通常這邊會有一些東西 因為那個 寶可夢那種 Gameboy遊戲 我也玩蠻多款的啊 按住可以跑步 遊玩飛飛泳泳蟲 算了先不要玩好了 好這邊還有沒有東西啊 喔這個是換衣服 除了換衣服之外我們還可以換什麼吧 眼鏡啊造型啊頭髮 眼鏡衣服跟帽子 這邊有隨機吧 隨機 YES 你的 髮型已經不能改了 這裡有青蛙耶 好我們變青蛙了 這是什麼東西 開門 這個應該是爸爸媽媽的房間啊 雙人床 我們就玩一玩吧 我們就玩一玩吧 這是弟弟嗎 聖光的戰鬥研究員了 對不對 我們要去找大摩博士了 好冰箱有蛋糕應該是要去拿來吃一下吧 補充體力的 欸怎麼沒有 你不是做蛋糕 烤箱啊 不是冰箱 好這遊戲好像電腦老闆是不是要花錢啊 我來查一下好了 電腦老闆搞不好是steam的 我來看steam賣多少錢 等我一下 我來收一下 steam的話賣328塊 特價 那這是手游版 手游版不知道喔 因為現在是免費 不知道他那個課金系統在哪邊 賺到啦賺到啦 300多塊賺到啦 前提是你願意玩啊 玩遊戲超花時間的 呃背包 車票還有乾淨的內衣褲 好我們要上那個月台火車啦 這個有100萬加的下載量啊 目前才幾天而已 品質保證 好我們到站了 好我們到站了 要去哪裡啊 學遠嗎 還是怎麼樣 反正有中文嗎 有中文就好啊 音樂的話很不錯 音樂的話很不錯 音樂音效啊整個都做得不錯 都有搭配啦 我出不去 把他出得去 因為剛剛還有一個人 在我們前面嘛 就跟著他走 可蘿夢 可蘿夢 所以這是可蘿夢 不是寶可夢是可蘿夢 可蘿夢 我們現在要幹嘛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沒有教學啊 自己研究 因為這種遊戲 他不是那種 編制那種手遊 就是你點出現那種 自己尋入啊幹嘛的 這樣就 太簡單了啦 所以你要自己研究 自己去 找說要幹嘛 有輕鬆難度 他是可以破關的喔 這種遊戲是可以破關的 哇 暈倒就會離開喔 哇這超難的 應該是要調整難易度吧 置頂 輕鬆設定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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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可以自己來 自己來弄一下 這是輕鬆設定 然後這是困難的 隨機喔 好開始吧 這邊可以修改難易度喔 有沒有他每個階段的音樂都跟他一樣 這邊要選一個顏色的手套吧 獲得手套 好 洛克夢 劇多大隻 等一下是洛克夢 劇多大隻 瞬間移動 我不知道要去哪裡啊 好御三家來了 御三家 就 火屬性 水屬性跟超屬性嘛 火屬性 火屬性 火系可蘿夢 火焰龜 傑尼龜 水系可蘿夢 這邊是冰系的 雪球熊 金屬性 vs bow 我們來個冰了吧 不用不用 不用 銳利之爪 real 还有另外個什麼風 有加入我們 好啦 這些遊戲的設定啊 玩法 大體上都是超寶可夢嘛 然後再來要去那個戰鬥 我竟然出火焰 使用爪跡 生命值20 19 這隻是火焰幼龜 他是一直debub而已啊 傻傻的 哇 好痛 嗯 戰鬥音樂也蠻好聽的 就是一個好的遊戲 你會發現他的音樂啊音效都很不錯 拿我們升級了是不是 呃 加攻擊力吧 先無腦加攻擊力 之後再說 就跟我玩那個 以前寶可夢 寶可夢應該是 不能自己加數值吧 然後自己提升數值 好 收回來 好 我們要去公園抓寶可夢了 不對 是裸可夢啊 這遊戲是裸可夢 閃耀吧 Shining Shining 我要去哪裡 沒有教學啊 沒有主線任務啊 日志 我應該去光芒公園的研發實驗室找拉里 怎麼去 這邊有地圖 我在拉在這是不是 聖光雪原 那我現在有這個旋翼峰 跟這個雪球熊 獲得完整的遊戲權 這個就要花錢了 170 所以我們現在是 這邊有30個多小時的探險 可能就是你玩到某個地方 就沒了 因為它就是 負貝遊戲嘛 買斷也不能買 它不是買斷就是讓你先試玩前面 因為我們剛剛說Steam是300多嘛 所以我查說 它可能就是玩到某個地方 你就要花錢解鎖 可能就要花錢解鎖 哇怎麼厲害啊 是這兒嗎 還是這兒 到這兒 有沒有什麼小地圖啊 這個是世界地圖啊 要點它有沒有小地圖 沒有 沒有的話你就要自己稍微記一下 要存檔 我這是單機遊戲 所以你要存檔 那有三個存檔 存檔的地方 我們要去找那個 可能是一開始那個秘書吧 看他有沒有要丟什麼任務給我們 好像是商店 道具屋 這不會是回血的吧 閃耀吧 它是護士 就是那個 你玩Pokemon會有一個 醫護醫療中心啊 負責補血的 什麼羅伊啊 還是誰啊 他們就會幫你 回復你的寶可夢 的血條 找他吧 應該是他了啦 找錯人的 不是他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日誌 光芒公園研發時間 我們要去公園 這個是學院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世界 這是學院啊 我們要去公園 不知道公園在哪裡 反正 單機遊戲嘛 就先把這邊的 所有的人就對話過一遍 然後探索一下 該摸的摸一摸 這個是訓練場地 應該是要去下一關了 下一個地圖 但是我沒有打算繼續玩 我打算把這邊看一看 把這些東西給看一下 光芝召喚 聖光學院 閃耀吧 造型商店 這個可能就要花錢 用這個 寶石 我要如何賺取寶石 然後里程碑 有沒有 完成什麼遊戲權限啊 里程碑啊 什麼的 反正你就是玩嘛 你喜歡的你在花錢 畢竟他在Steam上是要 是要花錢的 不太可能在這邊不用花錢 資料庫 就是我們的圖鑑 這些羅可夢的圖鑑 好設定 有雲端存檔 雲端存檔 可能要錢吧 那我就知道 可能要錢 完整版嘛 完整版 OKOK 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吧 這款羅可夢 可羅夢 可羅夢 可能是羅可夢吧 好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各位 見你 我們下期再見